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MS 9月1日举行主题为 如何识别网络钓鱼和人工智能诈骗简报会 FTC营销实践部律师本杰明·戴维森说 最多的五种骗局是 冒名顶替知名企业或政府 网络购物 抽奖和彩票 投资诈骗 商业和就业机会诈骗 戴维森表示 网络钓鱼指的是试图窃取消费者的信息 包括个人资讯 财务资讯和密码 大家最常见的就是基于电子邮件的网络钓鱼诈骗 例如有人电邮声称自己来自微软 先试图获得信任 后开始互动 令其受骗 去年 诈骗举报比今年多了110多万 虽然报告数量有所降低 但损失金额上升了 真正损失量多出了44亿美金 他解释了常见的诈骗类型 第一种是冒名诈骗 骗子会声称自己隶属于政府 亚马逊或微软某知名公司 或某个家庭成员 企图说服消费者提供个人或财富资讯 第二种骗局是网络购物诈骗 消费者购买了商品 但却从未收到过 而关于冒名欺诈的投诉 是第二类购物类投诉的两倍 第三种是抽奖和彩票骗局 消费者会收到中奖通知或者中奖资讯 他们只需支付处理费或手续费 当消费者支付费用时才知道根本没有中奖 第四类是投资诈骗 在疫情期间有为猖獗 人们被困在家中时 有人会联络说有一种投资策略能够赚钱 最后一类是商业和就业机会诈骗 消费者被告知如果付钱给某人 对方会提供工作或传授一门技术让人创业 当消费者投资于这些机会 却没有看到承诺兑现 戴维森指出 2020年至2022年 企业冒名顶替损失从1.96亿美元 上升到6.6亿美元 社交媒体导致的报告和损失的数量案件是最多的 电话报告的总损失 人均损失是最高的 达1400美元 2022年短信诈骗是非常高的诈骗形式 类型包括和银行相关的 假扮成美国邮政的虚假包裹派送 冒充通讯公司回馈顾客送礼等 对于如何避免短信诈骗 戴维森给出了一些建议 隐纪美国邮政的虚假批用 to create a false sense of urgency your bank account has been compromised you need to act quickly there's been a charge on your credit card respond right away and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is that you rarely need to respond quickly if there's been a charge on your credit card you have a long time to file a charge back so if you get a text warning you that something disastrous has happened that there could be financial consequence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ask yourself if it makes sense if you expect to see it and the third and probably most important piece of advice is that you need to independently verify these texts don't verify it by clicking on the link or calling the phone number or applying to the text you need to independently look up the company another strategy that we recommend is to block unwanted text messages 此外戴维森还讲到了人工智能诈骗他指出很多时候 骗子在网上获取您30秒的声音就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模仿 后实行家庭紧急情况诈骗他建议确认打电话的人 真的是认识的人如果怀疑可以问一些问题如果有人打电话要钱 使用筛选过滤的问题确保电脑安装了安全软件并且及时更新 以堵住漏洞可以进行多重验证来保护账户 FTC消费者与商业教育部律师罗萨里奥·门德斯表示 如果通过银行转账礼品卡向骗子付款行动迅速也有可能追回损失 虚拟货币追回损失则难度大 最主要的建议就是如果骗子想要钱 这就是一个预警信号 他指出消费者遇到骗局可向FTC网站举报 也可在此官网上获取防骗及如何追回财产损失的信息 稍微 coverage 在疫情中年纪亢欧要確保 感谢观看